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晓明是一个世俗的顾家好男人 霸道总裁背后却是由情似学黄晓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 从小就体会到身边的人都如何抢却孝顺自己的父母、长辈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从骨子里形成了顾家、善良的性格 即使后来的他有了一定的成就 也依然是人人生大的好男人 当他拿到人生中第一部戏的片酬时 他拒绝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挥霍 而是将这笔钱全部用来给家里的亲戚买名牌礼物 大扮衣服首饰、小刀化妆品 他都考虑得面面俱到 这一行文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只要过春节 他都会为所有的亲戚准备合适的礼物 有时还会直接送上丰厚的大红包 当其他演员在春节期间还忙于工作时 他却选择在家里一间感四场家庭聚会 除了在春节这样比较正式的场合 私下的黄晓明也一直因为自己是长孙的身份 而进行照顾自己的表弟们 在接受鲁玉采访时 他曾提到家里所有孩子的工作 生活都需要他来管 甚至是周围员工的孩子 他都会比较照顾 而当他面对自己的父母 直系长辈时 这些天心更是有过去而无不及 在带着家人一起上冬衣学风校子时 黄晓明会与姥姥上演片面吻 十分的温馨 就连他的母亲都开玩笑的表示 我看不到这六天的相处 黄晓明特别怕自己没办法照顾好母亲的胃口 于是在进组之前就买好了数十本菜股 当母亲睡觉后 他就会仔细研究这些菜单 只为了母亲能够吃到可口的饭菜 通常嘉宾杜淳也坦言 十分羡慕黄晓明和家人的相处模式 他们比较亲密和谐 在日常采访中 黄晓明和妈妈也十分欣慰地夸赞黄晓明 她是一个操心 细腻的人 会照顾他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后来奶奶病危 黄晓明连夜从片朝赶回青岛看望 并一直陪伴着奶奶走到生命的尽头 当时的医护人员都称赞她孝顺 随后 黄晓明也在微博上连发两条缅怀奶奶的动态 看过的网友都未知动容 直到现在 黄晓明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只要她在北京工作 都会坚持每天回家里吃饭 有一次当她妈妈随口说了一句怀念 以前挤公交的感觉 她便在自己工作不毛时 立刻带妈妈挤了一次公交 这些细节 无不向大家展示了黄晓明挺和柔情的一面 虽然很多人都会质疑她的作秀 油腻 但是对待亲人她总是全心全意 富有担当的 不过 黄晓明对亲人的亲切 似乎并没有体验在对待恋人身上 爱情真的会变成亲情吗 其实黄晓明在和杨颖恋爱之前 就曾和台湾著名女星秦兰谈过恋爱 但是后来日女方表示 因为接受不了黄晓明的大男子主意 只能无奈选择分手 但是杨颖恋与秦兰的排斥心理不同 在她和黄晓明谈恋爱时 对待黄晓明的态度可谓是有应必求 无论是黄晓明当着其他明星的面 让杨颖嘟嘴 还是做其他表情 杨颖按照要求一一满足 后来两人刚在一起没多久 又有媒体爆料黄晓明当街对杨颖大发雷霆 完全不给她台阶下 当时的照片里 黄晓 您手插着腰 面部表情十分严肃 生气的情绪仿佛都要一出屏幕了 但是对于这些杨颖并未有任何不满 甚至主动向媒体表示 黄晓明是不会骂人的 即使是面对黄晓明曾经爱恋的赵薇 杨颖表现的也是十分友好 还帮他们解释 谁没有个偶像啊 再加上薇姐的确很优秀 确实是我们这些做演员的榜样 后来更是大度的与黄晓明 赵薇拍摄三人合影 毫不介意赵薇站在镜头的最前方 不过 杨颖对待黎菲儿的态度 却与赵薇完全不同 网友认为 或许是因为杨颖考虑到 这两人在黄晓明心中的地位差异 一个是黄晓明心念念的女神 一个只是被分手的前女友 于是杨颖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 在参加快乐大本营时 杨颖直言不介意黄晓明妈妈 提到她的前任 因为说的都是缺点 如此懂事的杨颖 仅仅用了几年时间 便获取了黄晓明的信任 让她在多位前女友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妻子的不二人选 金星也曾说过 黄晓明选择杨颖的原因 就是因为 Angela Baby能满足黄晓明的大男子主义 与恋爱时的霸道不同 婚后的黄晓明将杨颖划分到了家人这一列 她开始不断利用自己的个人资源为杨颖付录 当时那场世纪婚礼 让杨颖瞬间从M线小模特一月成为了一线明星 刚刚结婚的那几年 黄晓明和杨颖还是十分恩爱的 无论是出席各种圣诞场合还是综艺 都是十分亲密 在参加某日乐颁奖典礼时 两人当众在镜头里眉目传情 一来一回的深情 要大家慢慢遗忘了当初的不愉快 曾经在问及对待杨颖的看法 黄晓明的回答是 她配不上我 到了后来 黄晓明却是不假思索的回应 是她和杨颖百分之百的般配 即使是放弃她热爱的演员行业 她也可以接受 宁愿不要大的成就 我也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不过 黄晓明的转变 似乎也连带着影响了杨颖的态度 在小海棉出生以后 杨颖不再演示黄晓明 反而让黄晓明委屈得像一个小跟班 某次晚会现场 黄晓明贴心地想为杨颖调整群伴 杨颖却是投也不回的大步向前走 当时媒体们便猜测是否两人分辨 甚至指责杨颖接黄晓明上位后 却过河拆桥 对此 黄晓明并未有任何回应 反而像一个不知所措的迷途羔羊 害怕接受大家的采访 不久 杨颖在参加阿雅的综艺 奇遇人生时 又浮东表示 自己不喜欢被添上黄晓明老婆的标签 他希望能够因为作品被别人记住 而不是一副属品活在大众的视野里 随后 杨颖和黄晓明情变的消息 多次被推上热搜 一时间众说纷纭 有网友猜测 难道是杨颖认为 自己已经变成了黄晓明的亲人 考虑 到他以前对待亲人的态度 所以 如今变得有恃无恐 毕竟就算杨颖最终选择和黄晓明分手 重情义的黄晓明也会因为 他是小海绵妈妈对他照顾有加 而他无疑将会是婚变世间的最大赢家 结果黄晓明与杨颖的婚姻见况扑朔迷离 黄晓明在网友们眼中的风评 却有了好转的情况 其实黄晓明曾经的露出来的由你总裁人设 只是剧本需要 而他本身正如杨子所言 我觉得你是很真诚 很简单的小男孩 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 他便会百分百的对别人好 所以他能够在面对自己和杨颖的婚变传闻时 依旧坚定的站在杨颖这边 从不说他的任何问题 希望一切留言终会过去 黄晓明能够收获他一直向往的温暖而幸福的家庭 黄晓明